新科金钟营后朱芷莹获奖之后第一个公开演出 回到他熟悉的小剧场 他和金马导演陈以文合作演出 《死刑犯的最后一天》 导演改编法国文豪雨果的小说 朱芷莹挑战一个人分世三角 他演出《死刑犯的亲友》还有《受害者的家属》 而且为了这个作品 他们访谈了苏建合案两位冤狱受害者 深刻去体会他们面对最后一天的心情 他说得了奖让他更放心 更大胆尝试不同的表演方式 我生活要怎么过 大家用什么眼光看我 很少人管 大家只在乎 你被判死刑了没有 枪决 有没有拖很久 我这次在《死刑犯的最后一天》里面演了三个角色 一个是死刑犯的太太 然后一位是死刑犯的妈妈 最后一位是受害者的家属 这个社会 这个政府 难道没有比赶快枪毙你 更该快一点去做的事情吗 我们这次是 等于是 换了个角度 再看 这个加害者后面 他的生活 他的世界是怎么样 对 也许在某个环境里面 他有可能就变成了被害者 演员朱芷银已出色演技敲响金钟奖 他说获奖让他更勇于尝试表演的各种可能 我会照顾我自己 当然在表演上也会有 还蛮 就是比较放心 一种自我 有得到一种自我认同 对 就是比较放心去做一些表演 放心去做一些尝试 更大胆的 得奖后第一档演出 朱芷银回到小剧场 他和金马导演陈宇文合作演出 死刑犯的最后一天 死刑定宴以后 在执行枪决之间 其实死刑犯 或这个死刑球 他并不知道 他哪一天会被枪决 所以对他来讲 每天只要有人拉开大铁门 对他来说 就非常可能是 这一群人要带他去枪决 死刑犯每天夜里 一听到铁门声 就先换衣服 为生命最后一天做好准备 演出这个角色的陈宇文 实地访问曾经被判死刑的 司法受害者 重现真实监狱的情形 判处死刑 有什么不行 以前我不知道在哪里 听过一句话 每个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只是无限期缓刑而已 陈宇文改编法国文豪 余果的小说 从死刑犯的视角提出疑问 并透过灯光投影 近距离的观看方式 让观众感受角色内心的拉扯 我们这个戏等于是 去挑战新的可能性 比如说二楼的回廊 跟那个这边的平台 其实很多戏都会去用它 让观众对坐的目的就是 时时刻刻提醒他 这不是一出要赚你眼泪的戏 这是一个要你思考的戏 刑犯的最后一天 不希望明确支持或废除死刑 但希望能带给观众 深思死刑存废的问题 可以变成任何一种形象出现 谢谢大家